汉朝是中国纪秦朝之后第二个大议统的王朝,在古代历史上留下了赫克威名。 但是汉朝在前期的时候,由于刚结束战乱,百废大兴,修身养兮,正处于恢复活力的时候,却保守长城化一个游牧民族的七令,不得不以和亲的手段,来维持短暂的和平。 这个游牧民族就是匈奴,匈奴在秦朝时期就已经兴起,秦雪皇时代为了巩固大一通的王朝,在公元前215年,蒙前率领30万大军,把匈奴驱逐出河套地区,并修住长城,当时的匈奴还算老实,可是到了汉初,匈奴却开始频频进攻汉朝。 汉朝军队在汉高祖刘邦击拜向羽,并逐步平定国内格局势力的时候,匈奴统一草原诸部,开始强盛起来,并控制西域,频频掠夺汉朝边境城市。 公元前200年,汉高祖刘邦亲帅32万大军争讨,却在白灯山间山西大同,被匈奴包围,后又继逃脱,却从此以后,对匈奴采取了和亲政策,并赠送大量贤博,并护开边境市场。 汉高祖之后的历大汉帝,也是沿用这种政策以修生养兮。 然而,匈奴依旧并不满足,仍然派兵略度边境城市。 匈奴军队经过前面历代汉朝帝王的羞扰声息,特别是文景之治,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治世,汉朝国历得到巨大的恢复。 据说,当时俯库的粮食堆到一开门就可以泄露出来。 汉武帝时代,正好继承了文景之治的盛事,开始了对绿泛边境的匈奴,采取强盈政策。 当时,汉朝两大名将为清和霍去兵,连续发动了三次大战,分别是墨南之战,河西之战,墨北之战,接连收复河西地区,和他走廊。 匈奴大军遭到毁灭性打击,几乎已无法对汉朝构成威胁。 在汉武帝之后,历代汉朝帝王多的匈奴用兵,匈奴陷入分裂之中,分为南匈奴和北匈奴。 公元73年起,东汉王朝联合南匈奴,持续进攻北匈奴。 匈奴军队侵略欧洲北匈奴由于战争、天灾等原因,不断陷入衰弱之中,不得不向西清洗。 不断西清的匈奴部落,终于到了顿河、多闹和流域,并以南俄罗斯的大草原,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基地。 由于这一代并没有像汉朝那样大一统的超级王朝,原本强大的罗马帝国,正陷入内忧外患之中,使得匈奴的发展有了得千独厚的优势。 匈奴人口巨增,开始频繁的外出击。 公元400年,匈奴人向西大规模入侵多闹和流域,并持续骚扰东罗马帝国。 这电视的连锁反应,就是原本居住于多闹和流域的哥特人,为了躲避匈奴人,持续向西罗马帝国附地深入,最终灭亡了西罗马帝国。 匈奴帝国鼎盛时期,真正让匈奴成为欧洲噩梦的是匈奴产与阿提拉在位的时候,持续发动了对外战争。 鼎盛时期的匈奴帝国将于东到北海,北到北海,西到来英河,南到来阿尔卑斯山,整个欧洲都在匈奴血皮下瑟瑟发抖。 阿提拉也因此被欧洲称为上帝之鞭,原本被汉朝报答地匈。 奴,却在欧洲已是风光无良,匈奴人的荣耀,终于在西方重新被找回来了。 然而公元453年,阿提拉突然暴毙,匈奴陷入了持续分裂之中,也就渐渐再度拴弱下去了。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